大家好,我是Emma 看到我身處機場就知道我又飛了 每次我發覺公眾被綁錄的 要不就有廣播 要不就有其他吵雜聲 無論是乘車還是飛機都一樣 我也是第一次這麼短時間內飛第二次 剛剛上次轉去東京一個月都沒有 我又去大阪了 其實是有點搶的 對於我的錢包在精神上 我很久沒試過日頭飛 日頭搭飛機是有很多廣播 忽然是凌晨晚上是安靜很多 我們會搭差不多中午12時的飛機 我們在大阪再見 來到關西空港 天氣是很差的 都預料到了 陰天加有雨 我們是首先會去京都先的 馬上去買一張HALUKA車票 到了京都站 來到真的挺冷的 這次沒有帶後夜來 因為有幾天都會上到20度 所以我想應該都能熬到的 上到你們的酒店房 我們今晚 不是應該說這兩晚 我們就會住在京都三條王家公園的酒店 你的屋簾先 門的下面有這個耳朵 這個耳朵如果我沒猜錯 是讓你穿鞋的時候 可以把外套或袋掛上去 方便你穿鞋 門口進來的view就是這樣 廁所進來 中間是一個洗手洗臉的位置 有浴帽 有梳 有看鬚跑 各式各樣東西 馬桶 馬桶的這邊 就是一個洗澡房 有淋浴 也有浴蓋 算是很大間 而且已經很舒適 這條走廊中間 是有一個鏡面的衣櫃 它也有頗多的衣架數量給你 而且這個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是有什麼用的 然後有一次我姑媽就告訴我 它是給你打開 然後放一些行李在上面 方便你收拾也好 怎樣也好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看到有三張床 話說我們本身 今次是會有三個人來這個大阪 但最後只有我和我男朋友 所以有些地方就預約了三個人 本身我們有想過預約兩個人 好像便宜一些 但我們發現兩個人比三個人還貴 所以我們之後就算了 只要保留這間三人房 那張床是在額外搭出來的 我們去檢查的時候 那個人也看到我們只有兩個人 他就說明天就會找人來 收回一張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你看到那裡有一張可以摊到人的梳化就知道了 然後這裡呢 電視機連一個書桌的地方 電視機的櫃下面也挺骨折的 他有杯子 茶、咖啡那些東西 他這裡就是水壺 和鴿蠻 其實鴿蠻有什麼人會用呢 我也很想知道 雪櫃在那裡 那裡已經是很舒服的 我自己覺得這間酒店 明天就會去穿這個禍服 我們明天再見 早上我是Emma 今天我們是在京都的第二天 昨晚因為太晚了 沒有給街景大家看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看 看到嗎 外面是下雨的 他的窗下面 我剛才心想這幾顆什麼 原來是爵士來的 還有隔著玻璃 我感覺到外面好像很冷 GG了 我沒有帶夠衣服 我穿了一些比較薄的外套 還有短袖衣服 應該沒事的 我們今天早餐 就去了酒店斜對面的 一間梓樽屋 那梓樽屋其實是 京都來說 都是曝光得挺高的一間 麵包店 有20間分店 有些是有糖食 有賣咖啡店 有些是單買麵包 我們是坐在一個 好像吧桌的地方 其實店舖也挺舒服 還有香港 看它有很多位置 樓上加起來 我們就大概 不是大概 是只有三桌 他說會送上來給我們 就等我們的早餐 嘩好像很優秀 我臨上的早餐是 這個燒牛三文治 超好 神經病 點了個熟米湯 好香 原來這個也不算 我點了一杯辣雞 然後是這個 蛋沙拉 三文魚三文治 又是超級厚 我懷疑我會吃不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 它們要食肆 會提供這個水 但水是冰水 無論是冬天多少度 它也是提供冰水 我上網找過一個原因 韓國我不知道 日本就是因為 冰對它們來說 是一個珍貴的資源 就等於提供一個高級的食物 給大家 所以無論多少度 多寒 日本的餐廳 都會提供冰水給大家 我穿了和夫 要先報告一下 它的頭很漂亮 我這次選了這個 超級無敵 蕾絲的和服 我試過普通的花 上次有穿過暗黑蜂 是沒有穿過這麼夢幻公主 而且現在很喜歡穿蕾絲的和服 所以我也想試一試 有很多衣服 然後中間這個 也是超硬和超厚 我想我現在應該有40寸腰 上次我們走了清水寺 我們現在打算去百川那裡 看看是怎樣 去年我們來櫻花尾 然後這次我們預測剛剛好 是三月尾的這個星期開 但誰知道突然間 整個日本都很寒冷 然後日本的氣象廳等等 都說櫻花季會延時去到四月頭 或者四月中 有沒有搞錯 追兩次櫻花都看不到 然後富士山又看不到 我現在很生氣 越說越生氣 其實有點難走 它這個和服 比起我之前穿過的 下面是這樣 蘿蔔下去 所以有點難走 就是橫豬格格的走 好了我們來到白板神社 本身是想著白川 然後回一間小路 再白川神社 但我來乘巴士 就在白板神社 下車 不想走來走去 所以就直接去白板神社 剛才在車裡 看到裡面好像 類似有些小食 還是祭典 那些 最後一邊 就是這裡了 剛才在車樓看到 有這些小食檔 看看 其實我不是那麼餓 剛才吃完三文治之後 但是看到那些食物 有口癢想吃 大家明白了 剛剛在這間小食店 買了一點點東西 然後中間有個洞 是可以讓你進去吃東西的 環境 老實說 是有一點點髒 和簡陋 但沒有辦法 有個地方讓你可以坐著吃東西 然後扔垃圾 已經是十分之好的了 它一直在下 毛毛細雨 但是因為它的雲很散 所以未至於要去到 擔遮的這個程度 這次來白板神社 主要是去它裡面的 袁山公園 或是燕山公園 去看那個 垂樓之鷹花 雖然未開花 我也幾百%肯定 但是它的預主引 我們未拿過 所以順便可以拿 如果這裡是有祭典的話 我相信是挺開心的一件事 我也想試一下日劇 或者卡通 他們很流行有些射窗 或者是金魚 溜水波那些 全部我也很想試一下 有些好像祭典 休憩的地方 以前這些枯樹 又不是枯樹 這些樹 其實全部都是櫻花樹 如果按照本來的預測 這裡全部都是櫻花 然後人們就坐在那裡聊天 想櫻等等 想櫻這件事 我一直都很想試一下 但是今年就真的沒辦法 一顆都不開 這棵就是袁山公園裡面 櫻花期必定要來看的垂樓櫻 其實它有一點是開了花 但是它也算是櫻花 就這樣看這個型 它是一個半圓形 我想像到如果是開了花 它真的很漂亮 但是可惜 沒有沒有 哎呀 走完了沒有 好害怕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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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型的獨屋夫呢 其實它裡面的客人是很低的 很低的 可能它知道我害怕 我每一走就跟著我來客 全城只有我一個在喊 但是我覺得陸大鏡一個人是挺好玩的 底地呢 它裡面這麼有誠意的裝環和演出 它在祭殿玩不到它的遊戲 但是玩到這些鬼屋都挺開心 和過癮的 我們走得累了 去了一間叫做伊藤九油惠夢的茶廟裡面 吃過buffet 我叫過buffet 我以為是正正常常 誰知是超級特大 超巨大 它上面有個沒有茶紅豆蛋卷 有丸子 有黃豆粉的這個甜品 然後有忌廉水果等等 哇 行不行 我怕今晚吃不到飯 我這麼大個 但是看到就很開心 哇 完全不知道應該吃什麼 這個茶餅很好吃 它的海綿蛋卷軟硬適中 它是不漏的 現在是差不多三點半 我們等了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馬上進來坐 但是我想平時他們應該要等差不多一小時 但是我看這間也挺高人氣的 日本的樓梯真的有很多人 全部都是四十五度角 這麼高扣 死人了 哇 剛剛的buffet真的巨大到我吃不完 我很少開甜的吃不完 我吃剩下差不多一半 油度 它太多丸子在上面 然後下面有很多雪糕 吃完之後呢 我們就走了去白川那裡 本來白川就是打算看它這條櫻花樹 但是呢 當然是沒有了 雖然是這樣 但是看到它的樓枝 還有人力車 它這個景很漂亮 很有古代感 走來看看 我來這麼多次京都 我真的沒有來過百川 我來這麼多次京都 我真的沒有來過百川 好 回到酒店了 老實說呢 今天其實是打亂了我本來的計劃 我本來是想著 晚上就會去 去參加清水節的夜櫻 但是天氣那麼冷 然後又沒有櫻花 我們都沒有興趣再去參加這個夜櫻 所以我們就回到三條附近那裡吃晚餐 找了一間圍於鴨村旁邊叫做鐵壽司的餐廳 它是分開兩個時段的 晚上那個是下午5點 至到晚上的11點 我們去到的時候 大概是6點半 首先你要在板上留下你的名字 以及用餐的人數 然後再等店員叫你進去坐 我們已經等了幾個小時 在等中途都在想 它是否真的那麼受歡迎 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但進去吃後 覺得 哇 又真的很好 首先進去 你會看到它只有 巴桌和卡位 卡位其實都不是很多 我們就坐在巴桌 可以看到師傅做壽司的過程 而且它最有趣的是 但是它上壽司的那個器皿 它不是用碟 而是用兩塊葉 師傅的衣著很搞笑 它們是很貼身的 很多餓的衣服 我遠是以為是它們全部都聞起來 而且它真的好吃 又值得 我想說它每件手握的壽司 它都是兩件為一份 而且它的價錢連上的稅是220日圓 大概是現在對方匯率是11日圓港幣 所以它的壽司全部都很好吃 連它的冷盤 麵 小碗 但是它都很好吃 它的麻醬真的不得了 我就很膽粗粗地點了一件 生雞肉壽司 老實說 我是本身聽到它有些狂距的 但我放進目口那裡 它的味道都挺有趣 它有一點鹹鹹的 我想它應該是加了一些調味 然後它的口感是爽得有點硬 很難去說 但是我第一次吃生雞肉 你覺得感覺是挺新奇的 回港幣每人吃了138.5 真的好大 很瘋 點了差不多有20碟的壽司 它兩件兩件 其實有40件 138個布 OMG 有這個月珠印想和大家分享 我沒有記錯 它好像是每天限量1500個 外面其實是一個 有些櫻花的 先用核底 櫻花的這個 這個很漂亮 它外面的章是一個剪紙 後面的章是一些 萌的龍 和神社的背景 很漂亮 這個1500日圓 都抵比它 但其實真的很可惜 我真心是期望 可以遇上這個櫻花旗 然後可以拍很多的畫面 和很漂亮的東西 給大家看 但是 下雨 然後櫻花旗 然後 很多 預計不到的因素 影響到很多東西都不是拍得很好 不過明天我們就要轉去另一個地方 去南山 和去錦時場 我其實來這麼多次京都 我都沒有去過錦時場 希望可以發掘到多些東西給大家看 今次的影片就放在這裡 如果喜歡 就記得comment shake and subscribe 和分享給我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